Pring In 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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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re大家好 我是我嗎 哈�re大家好我是逸玲 接下來來開箱我們的 韓國戰利品 YA 好 那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把戰利品請出來吧 OK 好 1 2 3 一 怎麼變 tongues 沒有啊 kingdoms 1961 好啦不對啦變錯啦 不是他 好啦 我們這次真的把戰利品變出來吧 好 一 二 三 太多太多了 全部都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覺得我們不會買很多 結果後來其實買滿多的 都是食物啦 食物可能就佔很多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從餅乾開始介紹吧 餅乾 不是餅乾 這個是布朗尼 布朗尼 這個是布朗尼的 然後它這個我們是買三合一的 它其實每個口味都有單獨 因為我們不知道哪個好吃 所以我們就買三合一的回來 其實買這個比較方便 然後它是 就是巧克力原味的 然後跟抹茶口味 柳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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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橙口味的 一盒這樣子12個 然後我們買了三合回來 這個已經算是韓國老之後的啦 就是已經賣很久了 其實我們這次買的東西其實很容易往路上搞到 因為我們都沒有做文科 我們現場想說 到底要買什麼 趕快把我路上查一下 對 而且你們看到這一大半喔 我們幾乎都還同一家買的 對 叫做哈莫尼超市 對我們因為我們這是住民洞 所以我們直接去哈莫尼買 然後換下一個 它這是蛋糕啦 它這個就是裡面有 紅豆跟巧克力 還有好像是麻糬的東西在裡面 做成那個蛋糕 它其實有點像雞蛋糕的感覺 然後還有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還有你的風力的那個洋芋片 馬鈴薯洋芋片 對大家就是很紅這個 想說回來藏鮮藏鮮 哇這就是我們最愛的海苔 不過我們海苔沒有特別挑品牌 對我只是隨便買的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個人單純喜歡吃 所以我就想說隨便買一個回來試吃看看 啊為什麼會買韓國的海苔 是因為我們去吃一些燒烤店的時候啊 他們附的海苔都超鹹的 對超鹹的 我超愛吃的 就是很多鹽巴沾在那個海苔上面 對對對 然後包飯吃超好吃 所以我們就覺得 嗯應該只要這是韓國的海苔都不錯 對所以我就隨便挑一包 然後這個 這是孔劉蛋糕的咖啡 它那時候我當下有買 有買很多有黑咖啡的 有黑咖啡的啊白咖啡啊 然後拿鐵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都是買拿鐵 因為我們不喜歡喝太苦的 食物還有這個 我單單買了一包而已 它是那個巧克力派 我沒有看別人 我那時候還想說 啊這個台灣不就一堆巧克力派嗎 對所以我們第一天去的時候沒有人拿 然後後來第二天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拿 那是因為我看到隔壁的人 他拿一個推子 然後全部 全部都把它拿起來 然後拿十幾盒 然後我想說 這個人應該是很有名 那我就默默拿了一包放進去這樣子 真的不錯喔 我那個人拿那麼多 對我就先拿了一個 然後這個是那個 韓國很有名的辣椒醬 這是辣椒醬 這個是包飯 包飯 它叫包飯醬 也不是說只能包飯啊 它也可以沾肉啊之類的 主要是說像他們的辣炒年糕啊 他們一定會沾醬 他們吃的東西會比較偏鹹一點 然後不敢吃辣的人啊 就可以選擇用這種的 它裡面有大蒜啊洋蔥 味道也不錯 只是就是不會辣這樣子 這個 這個真的要講一下 這個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你看這個是小包裝 這有三個東西 對 它只是說包裝不一樣而已 這也是我們第二天拆買 你們的時候拆去買 因為它一般是 那這是什麼 對 這是杏仁 韓國很有名的杏仁 然後它有好多種口味 為什麼我以前沒有買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很喜歡吃杏仁 那時候我上網查 就查到他們很有名 但是我就是覺得 台灣吃的那種杏仁就是超級乾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看到一個 我印象很真的 然後看到這一個 跳跳糖口味的 然後它就試吃一下 一試吃就 欸欸欸欸 我說幹嘛 這個超好吃的 然後我就一吃 欸好特別喔 它吃完的時候 然後還會有那個跳跳糖 它噼哩啪啪的聲音 它其實有分很多種口味 它有芥末口味 然後跳跳糖 還有辣炒年糕 跟一個是焦糖口味的 我私心自己推 那個辣炒年糕口味的 然後還有芥末的 我覺得焦糖 焦糖也可以試試看 喔焦糖也很好吃 我真心覺得就算你不敢吃杏仁 你真的要可以試試看 對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很好吃 你去哈末尼的話可以試試 下一個的話 這個 它這個很普通 就是台灣便利商店 這個可能已經介紹到爛了 因為台灣便利商店 就有賣了那個 養樂多的外廠這樣 那再來這個 可能大家也有介紹到爛了 這個就是新拉麵 這個就是新拉麵 然後還有這個是 小碗熊拉麵 小碗熊拉麵 然後它這是做海鮮的 它是烏龍麵 然後它有分 辣 微辣 跟辣 然後我們是買微辣的 吃懂嗎就結束了 現在介紹化妝皮 化妝皮 這個火鍋的強項 對 先由逸琳介紹好了 它其實自己也有買 我自己也有買 因為其實我只聽過藝術皮 其他我都不太懂 然後我那時候 那個店員就看到我 欸 你這個皮膚很乾喔 可以多擦點保濕 我就說那有什麼推薦的嗎 然後它就推薦給我這種精華液 用茶系列的 對 它說晚上睡覺的時候可以附 我本來只看一瓶 它就跟我說 欸 現在有優惠 只要買四瓶 那我就送你這個 然後後面它還附我 三片面膜 它的價格啊 我查了一下 比台灣便宜了一兩百 你會單單一瓶 單單一瓶喔 然後我就被它手臂擁一跳 我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 我可以送給文文啊 我自己用一瓶啊 她媽媽 我媽媽 欸 剛剛好 很容易被說服 之後幾天 我們在明洞也有買面膜 因為感覺好像那邊的面膜就是很便宜 而且我發現它都會買十送食這樣 對 就是它不管什麼品牌 什麼innisfree啊 什麼有名的牌子 都買十送食 然後我們就買了六個 就等於是三組的概念 一組喔 就是十加四 好像只要一萬韓幣嗎 對 一萬韓幣 然後它其實還有不同功能 就是什麼緊緻啊 保濕 美白什麼的 反正一堆 這個先給他介紹 這個真的忘記介紹了 這個是我們在大衆買的 很該吧這種運動服的 狗狗的衣服 我們買一大一小 然後因為我家有兩隻小博美 一隻還是幼犬 那一隻是母狗這樣子 所以買一大一小 而且這個很便宜喔 這個只要差不多台幣50而已 超便宜 超便宜的 接下來就是在介紹化妝品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各位你們看看 紅色化妝品 這老天了啊 我先介紹口紅類的好了 那我先買了就是三四一的 三個口紅 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三個顏色有差嗎 它有差啦 有差嗎 精心在那邊挑欸 我每個手上在那邊使用 精心挑然後三色的 我為什麼買三個 所以我要給我妹買跟我媽買 還有我自己 代表我們喜歡的顏色差不多 再來的話是 iMimi的唇膏 它是這樣擠出來的 這樣擠出來就可以馬上擦的那種 那時候我找到好像它才賣 換算台幣的話 兩百多三百而已吧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 然後還有這個是16的 之前有一陣子很流行 子彈頭的 然後上面寫一個16的那個 口紅那個 而且這味道很特別 它聞起來超像那個糖菠斯基的 然後後來我在買那個口紅的時候 我就順便買了這個 也是一樣 16這個牌子的那個 煙印 它是那個兩色 之前也是很流行兩色 然後一個刷子這樣刷過去 就有煙印了 可以多關注我的IG 就可以看它會不會用 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欸你用了新的彩妝了嗎 可能我就用一點啦 別人不會啦我會用 然後剛才口紅還剩最後一個 TUQUO FOSCO的這個 TUQUO 重新講一次 這個口紅 TUQUO FOSCO的 然後它是跟這個牌子一起的 他們家的修容盤還蠻紅 那時候其實我就知道 其實我去是為了看那個修容盤 後來被他們的白紅燒到 因為我覺得這顏色好像還不錯 然後他那時候又慫恿我說 要退睡這件事情 他那時候介紹我說 這個蛋白的那個洗臉的跟面膜還不錯 所以我就各買了一個 你也很好推欸 對 然後還有這個 Inisfree的蜜粉 定妝蜜粉 因為在台灣就有用 但是台灣一個賣240 然後韓國是兩個賣360 300多塊左右 然後還有這個是CLEO的遮瑕膏 因為那時候我在網路上面看過別的 那個部落客講過說 它的遮瑕膏還不錯 所以我就直接買兩個 其實我沒有試過 但我就直接買了兩個 回來試試看 啊忘記介紹這個了 3C的那個 髮量臥蠶的 你要講你的故事嗎 這個其實是他介紹給我買的 我那時候就看到一個第一眼 然後那個model 有這樣擦這個 亮亮的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漂亮喔 我會讓你的眼睛整個放 他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擦臥蠶的 其實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就說 欸你看這個 外拍的時候如果眼睛亮亮 是不是會特別的吸引你 所以他就問我說要不要買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在韓國 我沒有跟他說 我其實就是想要買臥蠶的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他推薦給我 我就想說好 就不參考其他家 直接買單 是比他們家的 然後他有分大量片小量片 然後我們是直接挑的大量片 化妝品介紹完畢了 我要介紹Ryan的東西 耶 剛剛在擺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我可不可以特別介紹Ryan的 我要單獨介紹 對 滿滿的Ryan來理講 好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這個本子好了 他是他的那個計势本 他就只是一個小的那個條文的計势本 我想說我很喜歡這種筆記本 是這種格子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不會有那個折 對對 然後你可以直接翻面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這個突然是Ryan 那時候未然要買這個筆記本 我就買了這個筆 這個筆喔 不要看他只有一支喔 他其實款式蠻多的 十幾種吧 那時候我就挑了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配啊 我明明推薦了他兩三個 他就說不管我一定要跟這個搭 對我就要跟這個筆記本搭 然後上課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寫筆記 然後哇好長喔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這樣子你捨得上課的時候用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選擇 我看應該會放在書櫃旁邊當裝置品 沒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的那個OK帽 其實他有很多的包裝 然後但是那時候我就是喜歡Ryan 所以我就不一定買了Ryan的外包裝 來 各位看一下 他是有三種造型的 有桃子的 然後還有Ryan的 還有很多其他角色 很可愛吧 沒錯 然後還有這個 超可愛的 它是那個薄荷糖 講這個又可以講一個故事 其實他台灣也有賣這種盒子的薄荷糖 其實我也是為了他上面的Ryan啊 他其實旁邊要閃霜的 然後Ryan的整個都被燒化 完全沒有 然後他就說 蛤 可是我很想要吃K 我就說那你就買一整組吧 結果 在我們飯店下面的Seven 裡面就有單賣一隻Ryan的 重點是他就只是想這一隻 對 其實我其他都不想要 我只是想要Ryan的而已 反正買到就好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在那個店裡面買的 這個也蠻可愛的 這超可愛的 因為說我化妝的時候 都是拿一個大的鏡子 放在那個棉花 但是我就是 我是覺得他可愛 那為了找這個 因為他就看到有賀人挑的這個 他就這樣上下身一直找 對他兩層了 然後我就找不到 我就一直爬一爬去 然後我就為了找這個 超可愛的 然後前面那幾個都是 在Kako Friends的店裡面買的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在Harmony超市裡面買的 我那時候買的當下沒有上午茶 但是我是看到他上面是寫那個 減肥的軟糖 然後其實我不喜歡減肥啊 可能需要減肥啦 反正我那時候 不是為了減肥而買這個糖 我是因為他上面有Ryan 然後後來我上網查 他其實不同角色有不同的 可味 不是不同口味 是不同龍小 有的是膠原蛋白啊 有些是維他命C啊 什麼的 然後剛好Ryan的是減肥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很Q 這是逸琳買給我的 那時候我們去收了他紀念品店 對 那時候他其實觀望很久 他一直說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但是我就想說我會不會不敢用 但是其實我超喜歡他這個顏色 他是卡其色的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其實也不會太滑 算蠻酥的 好 好 你可以先去畫這兩個 因為我妹妹很喜歡BTS的東西 對 我就買了這個面膜給大家 然後我還買了 這也是BTS的嗎 不是啦 這是LINE 喔這是LINE 還認不得 對我認不得 這長得好像喔 這個是那個車上的方向鏡 我是買給新選的 講說一定要買點禮物送給老闆嘛 再來再來這個我最喜歡的 海賊王的拼圖 他是海賊王的那個老產品 老產品 每次他問我在幹嘛的時候都 在幹嘛 宏大有一個海賊王專屬的 主題咖啡瓶 然後旁邊他有一個經驗品店 然後這個超好看的 我覺得很有質感 這我們一起挑的 然後 還有買了一個喬巴的 因為超愛喬巴的 小型的三百片 最主要就是這個 一千片 我覺得我們以後可以找個機會 拍一個企劃就是瓶子 如果你們想看這個 有的那個 什麼無無聊 你這種 不懂不懂海賊王 搞不好我的觀眾群裡面 都是海賊王 老產品 好產品 很多男生喜歡的啊 好 如果你們想看在下面留言 不想看也在下面留言 好 好 我還沒講嗎 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海賊王的滑鼠墊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種滑鼠墊還是很美 還有這個很好用 這很長欸 怎麼就不會用到嗎 很好用欸超Q的 很方便好不好 對因為我平常沒有用滑鼠墊的習慣 然後常常出去外面的時候 這個帶出去外面 有可能有點不好意思用 沒關係 我在家自己用 你們也不知道 沒關係 好還就自己留在家自己用 好 這樣美妝還有一些雜物跟 雜物 雜物 雜物的時候這些都小小小的東西 那我們先把這邊的東西給 1 2 3轉移 1 2 3 登登 我們轉移完畢 第一個先介紹是 二環 其實它這個是在那個 民洞街上 對民洞街上 路邊賣的那種 它真的賣超便宜的 為什麼我當初會買 是它一個一千塊韓幣 等於說三十塊錢 台灣好像目前都賣一百 一百 我覺得基本一百 我還沒看過有什麼物資的 對 然後我就買了三副 欸四副啦 這種的 你看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副 這一副 然後還有我耳朵上的 耳朵上這副 來我幫你放大一下 好 耳朵上這副啦 還有我就買了這四副這樣子 好買下一個 好還是我的繼續好了 因為逸林買比較少 原本是我買的比較多 一開始的時候 它差不多到第四天還是第五天才買 對我到後期才開始一狂 因為其實民洞的衣服 我這樣看起來都是大牌子 它價格其實不會讓你覺得比較優惠 我覺得韓國賣衣服 便宜的要看一個區域 但是它基本上衣服沒有像美妝一樣會打到很多的折扣 接下來就介紹這個 它是睡衣 買了三套 然後這個是給我妹的 是辣米小型的 這個是給我自己的 我買了一個色藍色蘋果的 這個是給我媽的藍色的 櫻桃 對櫻桃 我只是單純就是想說夏天在家裡面穿這樣子 那時候我逛那個 那叫什麼啊 高速巴士 高速巴士站 它是一個站 對 對地下街 哇那地下街可厲害了 超超超超長 超長 而且人暴多 那時候我們去 里面三啊 里面三 台灣平常日就不會有太多人 它暴多 超多阿豬馬在那邊 然後它那邊衣服其實我覺得要挑啦 它有一些店就是年輕人的店 大部分我覺得是大身穿的店 比較純熟一點 對 然後我第一個就是買這種 普通的黃色的衣服 我想如果這樣子 然後穿一個 前身就在褲巴 這樣紮進去的話 會蠻好看的 有點微景深的感覺 它是有點偷偷的 有點偷偷了吧 裡面再穿就好 你就不放心 好 不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景深的 它是挑紋的 我發現我好像很喜歡挑紋的 它這個就比較短一點 請問為什麼要穿這麼景深 好看喔 反正這個東西比較便宜 我記得好像有一件是 台幣150還是200塊錢 換逸琳介紹 這件我很喜歡 這個是在韓國SPA我買的 我會覺得它很好看 是因為它的背後 它的圖樣我覺得很好看 它前面其實就是小小的LOGO 它上面寫了一個小小的英文寫說 親愛的陌生人聯絡我 然後下面是它的電話 它是韓國的電話號碼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要介紹褲子好了 這褲子其實不是買給我自己的 是買給我妹的 然後它這個褲子呢 它是做大腿頸 小腿這邊是做寬一點點的 有點像以前那個喇叭褲 下一個就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這個的話就跟上一件是一樣的 這兩件都是Q的那個牌子 這件超好看的 它也是一樣是做上頸 大腿是頸的 然後小腿這邊是做喇叭褲的樣子 而且我一直覺得它這件褲子有點 那種T臀 那時候我穿完的時候 然後逸林一直在那邊說 哇 這樣屁股看起來很翹 自己覺得很丟臉 還好啦 正常的吧對不對 對對對 反正它就說這個是有提成的效果 對 因為我真的想要買一個 還蠻韓風的那個褲子 因為現在好像韓國很流行 就是下面是鬆的上面緊的 然後下一個是那個 是藍色街巾黑色的牛仔褲 然後呢它是做下面是這樣子的 這件造型蠻特別的 對 其實這時候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超想買的 但是因為逸林說很醜 你記得嗎 我也不是說醜 是因為這個我看不習慣 它穿起來不會那麼多 對我當下我是穿 然後換逸林街上呢 你要不要幫我穿 因為其實大部分衣服 還是我們幫我穿的 我會穿這件襯穿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後面有這個鐵環 然後它後面有做一些 英文字的這些氧刺 就感覺好像蠻醜 很像年輕男子會穿的 對 而且它其實做的有點像 Oversize 這個鐵環結果後來都被 古文當作在六寵物這樣子 對 每次我蹲在那邊休息的時候 拿起來 就把我拿起來 對 我順便介紹一下這個好了 它這個 這個是我幫我爸買的衣服 然後那時候我看 這是他買一送衣 一件兩萬九千九 然後我就是買這個 比較素一點 想說我爸上班的時候可以穿 這件也很有質感 這是素素的 而且重點是 為什麼我會買台灣很熱嘛 然後我看到它的標籤 上面是寫 它是涼感的 而且給觀眾 沒辦法感覺錯 對它是穿起來會有涼感 就是不會太熱 我覺得剛剛好很適合 台灣的夏天的天氣 然後再想換衣 這件襯衫它還蠻素的 但是它真的很好搭 百搭 這個真的超好看 它是白色配深藍色條紋 然後觀眾想說 啊不就只是 對但是我覺得它不是 細的那種條紋 它是寬條紋 看起來就會有一種紳士的感覺 對然後它也是做over size 所以也可以這樣扎起來 哇 我覺得它真的扎起來好看 超好看 下一個換襪子 襪子的話我這是在大創買的 買這個小兔兔 好可愛啊 然後它這是長襪 然後有各種不同圖案的小兔子的樣子 然後我就買了四雙 還有露屁屁的 這個其實很像那個 你不是那個很北藍那個 然後好像就做類似 再來就是在Tia買的襪子 也是長襪 想說夏天的時候可以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登登 然後接下來就是 Puma 喔我笑詢很久了 其實在台灣的時候就笑詢超久了 因為這個在台灣沒有賣 對它只有在韓國才有賣 然後其實它這個已經紅一陣子了 我猜觀眾可能已經看過了 這是眩芽在演的那個 其實好像還蠻多人坐在過 對 然後它前一陣子就爆紅 但其實最近就沒有那麼紅 但是我還是覺得 買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蠻百搭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在免稅店買的 這個是在出進韓國的時候買的 買Dior的香水 這就不打開了 因為我還沒打開 然後後來這個的話 是一個手錶 這個打開來看看好了 它這個是我在飛機上的時候 看到它的那個免稅的那個DM上面 對 就是我坐飛機的時候不太會看那個免稅上面 因為它都打折 對 因為那個 我說八五折 而且它一直講的 它還可以講 那個空哨一直走在那個 走到上面說 隨便看看DM喔 對 那現在上面都有八五折喔 對 然後想說八五折呢 我就順便翻了一下 然後就看到這個手錶 因為其實我真的就想要換一次手錶 我本來是戴DW的 真的很精緻 對 我就看到這個PH的手錶 那時候它其實在猶豫說我到底要選DW還是J 這個我不太推是因為它沒有刻度 它手錶上面是沒有刻度 對 我說你沒有刻度要怎麼看 可是它裡面是大理石紋 真的是蠻好看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覺得DW已經被別人帶 帶到帶到爛了 帶爛了 就是太多人都帶了 我覺得很多帶 然後其實PH這個牌子 它沒有太多人在帶 所以我就覺得既然要買 就買一個特別一點 但是它是一直建議說 我一看不懂時間這件事情 所以我看得懂 然後因為剛好它有打折 打到八五折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買 讚 這樣我們好像都介紹得多不多吧 對 這樣介紹完了 Yeah 終於介紹完了 我們其實重錄了第二遍啊 我第一遍的時候 我不小心用到說詞了 像這樣子 不好意思啦 然後我們就重錄第二遍了 我們才剛下飛機 然後我們就這樣錄了兩遍了 因為我們怕 過太多的電話 我們會失去那個感情 而且東西都會分掉 而且要給一些朋友啊 家人 所以趁我們還沒發的時候 趕快拍給大家看 好啦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 韓國戰利品開箱 好 那我後續的話 會繼續發我們在韓國的一些Bug 那就請你們繼續關注我們 沒錯 對 下次見 拜拜